如果拥有吃不完的土豆 请立刻领走这三种做法 小颗的切开不切断 放在黄油铺底的碗里 打上食用黑胡椒 没有迷迭香的 可以用喜欢的香料增香 大蒜没有做成蒜蓉 加点橄榄油和食盐 吸制包裹 改成整颗齐鲨 跟着土豆一起 200度烤30分钟 大颗的土豆煮熟去皮 压成泥以后 混上一碗淀粉 一把芝士碎少量食盐 揉成土豆团子 装进密封袋 擀平冷冻一小时 这样切出来的土豆条 不容易断开 经过高温油炸至飘起 表面会带点焦黄 酱料部分推荐红白黄三款 一起吃 在1比1的浓稠酸奶和淡奶油中 加入半颗柠檬汁 搅拌冷藏 培根榨干油水 煮熟的鸡蛋和土豆切成小块 冷藏的酸奶油 加点辅料做个简单调味 把所有的食材都放在一个大碗里 进行充分翻拌 就能做出一份好吃的 酸奶油土豆沙拉 可以直接吃 或者做个迪卡三明治 都很棒 黄油土豆黄油味特别浓郁 搭配软糯的烤蒜 香气更加迷人 食事土豆棒 空气感十足 特别蓬松 一根接着一根 分分钟就能吃光 一杯可乐加入一勺食盐 激发声响排出气体 黑胡椒生抽 蚝油调味 浸泡没过肥牛 腌制一个小时 洋葱大火炒香 铺上肥牛转中火 盖上盖子 煸骨三分钟 光火倒上鸡蛋液 用锅子的余温把鸡蛋煮熟 撒上葱花和芝麻 就可以盖在米饭或者面条上 番茄去皮 用破壁机打碎 香菱卷用温水打湿 平摊开 放上两片肥牛 铺上一层虾滑 重新卷起来 生抽蚝油番茄酱 调味网料汁 提前倒进淀粉水 作为勾芡食用 砂锅洋葱打底 倒入番茄汁煮开 放满重新卷好的香菱卷 浇上酱汁 盖上盖子五分钟 葱花小米辣点缀 荔枝波壳去核 坚定一下最近很火的荔枝肥牛串 插上葱段 卷上肥牛 用野铅固定 少许食盐生抽调味 涂抹表面 烤箱180度烘烤 香菱卷吸饱了浓郁的汤汁 内馅有肉有虾 非常下分 与滑梯还滑的滑蛋肥牛 也可以整盘吃光 荔枝肥牛卷 咸甜适中 确实不错 并粉丝的要求做一个惠林炖牛排 整条牛肉取中段简单剔除紧膜 煎牛排之前先炒个蘑菇酱 今天用上了方态集成烹饪中心 一套集烟灶蒸烤炸的全能选手 蒸烤炸功能触摸键都集成在灶台上 不用弯腰操作特方便 冷锅冷油炒香洋葱蒜末 加入蘑菇碎 黑胡椒白里香调味 加点白葡萄酒炒干炒香 牛排用厨房纸擦去多余水分 适量的黑胡椒和食盐涂抹表面 大火热锅 牛排每面油煎上色 过程中会产生大量油盐 还好我有方态集成烹饪中心 猛火爆炒不跑烟 深造也很 煎好牛排趁热涂抹黄切末酱 静置5分钟以上 保鲜膜铺上火腿 蘑菇酱居中平铺 放上牛排卷得越紧越好 冰箱冷藏30分钟 酥皮擀大成平 刷上蛋黄液 包裹牛排确认没有一丝缝隙 多余部分直接切除 另一张酥皮用小刀划出蜂窝状 表面刷上蛋黄液 盖上蜂窝酥皮 调整好再刷一层 表面可以再撒点细盐 这道菜对酥皮和牛排的烤制要求很高 这台造成烤烹饪机 通过内腔定点温度检测 和AI智能算稿 精准控温 能让食物表皮酥脆 同时自主控湿 温湿双控 酥皮里的牛排蒸烤得恰到好处 通过反高向日葵的灵感来摆盘 酱汁搭配最简单的黑胶汁 艺术感十足 现在参加方泰发起的 我在厨房玩艺术抖音挑战赛 和方泰集成烹饪中心一起 打开烹饪想象空间 三种做法 让女朋友吃下一斤红薯 蒸熟的红薯碾成泥 用筛子过一遍 取一半加入20克白糖 50克淀粉 30克软化黄油 搅拌均匀 装定表花袋 在油纸上挤出拇指大小 盖上油纸 用杯子全部压平 烤箱120度 用烤60分钟 另外一半加入50克面粉 揉成球状 揉进模具里 用手指按压成容器的形状 一颗鸡蛋一碗白糖一杯牛奶 搅拌出中间布丁的部分 过筛变得更细腻 烤箱大概烘烤15分钟 剩下的红薯削成薄片 搭配多余的布丁液 一层一层的放进模具里 红薯是生的 所以需要烤30分钟 黄油红薯片 烤完放凉以后 会变得相当腐脆 好吃的红薯布丁 入口即化 可以搭配喜欢的水果 红薯千层烤得恰到好处 切开以后的侧面 颜值真的超级在线 想要勤俭持家 就要学会自制皱黑芽 挤进压货的价格 你大概只能买到两盒 还不如自己动手 剪剪辣椒 掰掰桂皮 干料研究这些 冰炭的量决定了甜度 大家自己把握好 酱料提前搅拌一碗 高汤用浓汤煮一锅 开一瓶啤酒搭配 盖盖子 焖煮50分钟 汤汁过半翻拌一下 均匀入味 捞出后可以用剩余的汤汁 滷一些素材 只需要10分钟 煮卤味最反的就是洗碗 因为料汁的关系 储具会比平时粘很多 还好触犯有洗碗剂 平时洗碗 我都是用这款finish洗碗凝入 一颗只有糖果大小 适用于所有机型 同时所有的洗涤方式也同用 只需要放进洗涤仓 三重清洁力 就能瞬间化解重入 易均达99% 同时去除99%的油门螺旋感菌 添加了干燥因子和玻璃银气保护成分 能减少在洗涤中的损伤 压货浸泡一碗更入味 撒上芝麻 肉质很暖来 放冰箱冷藏 可以变得紧实一点 四只一大盘 感觉都可以去白摊了 如何用一颗牛油果 做出另外一颗牛油果 这是个问题 手起刀落 将牛油果分成两半 根据颜色分布可以挖出两份深浅不一的果肉 果皮留下来融化一下巧克力 经过定型冷藏就可以做出一个可以食用的果壳 果肉内层加上牛奶和橙汁搅打一下 果筛一遍 果肉外层把橙汁换成柠檬皮 同样搅打 果筛的细一点 两份果泥都需要隔水融化一份吉利丁 果子的内核就用球状的冰格做出来 冷冻一下 两两拼在一起 接下来就是按顺序拼接起来 果肉刮平再把果盒放上去 刷上一层巧克力 就像这样 一颗用牛油果做出来的牛油果就大功告成了 今天用两种方式呈现土豆的高官时刻 土豆选这种小颗的 先将土豆组织插刀滑落 趁热去皮 黑胡椒盐调味加入一小杯牛奶 倒沉溺以后进行过筛 变得更细腻 这时候可以装上一碗 练粉黑胡椒蚝油各一勺 小半杯清水调个浓稠的简汁淋上去 薄荷叶装饰完成第一份纯香浓厚的土豆泥 剩余锅筛的土豆泥加一块黄油小火翻拌 充分融合芝士片芝士碎 不停地翻拌出如瀑布一般的样子 完成第二款瀑布土豆泥 奶香四溢口感也是无比丝滑